继续中间头学来中部养 为印尼介绍中部的吃米类 在公司的支持这些 推动新住民亲自投资会 并且还在以民宿 十万计为8万块的经费保障 甚至连不是新住民的孩子 都将来向他学习印尼的威 这不然延续新住民文化 竟因为做起印尼的工资 让吃米类真有新主感 多学习那个语言就是好 不是说不好的 就是这个信念加上王妻的支持 既来台湾自己中部15年的卸美丽 就在丁拉克小丹念中印尼语的讲师 现在在自己合王妻所欲的名店 推动新住民主路设施会 当然不是新住民的主路押来语 因为做会语有趣味 母安 十万万所累 十万万所累 被同学约过来 而且可以增加一个语言学习也很好 当初透过到婚姻仲介介来台湾 谢美丽除了生下两个孝生 一个女孩 初期都在王妻的古巴米店帮忙 后来竟在王妻的鼓励之下 参加到新住民相关建设 现在一直在国秀丹念中印尼语的讲师 这是会真有心就感 也感觉竟然建设 涌入台湾这个社会 如果小孩到外来 这样我也高兴了 对 很高兴 可以在学校 帮忙跟小孩打菜 然后来吃 朋友的小孩 不管是台湾的 还是她妈妈越南大陆的 也是可以来这里 互相这样子聊天 谢美丽的推动到新住民 资路设计会 最后是够来台湾的新住民 终于50万人 而且人数七处准备当中 所以同时的新住民 相关级的是必要的政策 包括推动到新住民 竹梦计划 火炬计划丁丁 都是希望帮助新住民 将在台湾社会 陷队生到资路的竞争力 如果他们在教育 在社会资源上是比较匮乏的 那我们政府机关 应该要为与筹蒙 要先就去介入去协助 那避免说造成像其他国家 就是过于说他们移民的 这些融合不够重视 才导致他们这些移民的二代 有一些重大的犯罪问题 经济了解 谢美丽在新住民 千住共设计划 在这条竹梦计划 保造8万元 并透过每个月 第二个礼拜日 运用密店的空间 要请到新住民亲住来参加 在伊宾署南区 事务大队长 与特别争来的方式 经地争的相关的职 下文中表示 谢美丽的亲住共设计划 是甘一关栄算的 两个结果记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